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燕成 和大家分析一下世间发生的事情 最近以色列又爆发巴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冲突 而且是暴力 少知历史都明白巴斯坦人其实就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以撒玛利 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以色列人祖先是以撒 也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不过以撒玛利属于妾氏所生 而以撒属于证塞所生 后来阿拉伯人去了阿拉伯半岛一带活动 以色列人继续住起原本以色列的地方 一度去到埃及被压迫成奴隶 后来摩西得到上帝夫朝 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重建他们国家 都有千多年历史 中间一度被阿折灭了以色列的北面 而巴比伦帝国 后巴比伦帝国 就灭了以色列的南面 南面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带 后来到波斯灭了加勒底帝国 即是后巴比伦帝国 给他们以色列人复国 又重建升殿 但接着波斯又被阿历山大大帝 在马其林帝国灭了 希腊人控制 后来阿历山大帝死之后 分成四个国 以色列的一个叫马加比的家族 领导革命 回复他们的国家 将希腊人赶走 后来罗马帝国兴起 旁贝将军也征服了以色列 征服了耶路撒冷 由希腊王 是一个快乐的皇帝 来管理他们 而耶稣基督 就是这个时候出身 耶稣基督当时 是在以色列 尤大国这个地方 展示了他是神的能力 他是有上帝的能力 他又能够医病讲鬼 能够叫死人復活 而且他就是 一路以色列古代 圣经预言的尼采下 即救世诸内隆 就是他钉十字架 死而復活 带来了人类的救赎 但是耶稣基督 在被钉十日之前 他在耶路撒冷 曾经作了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就是当时门徒问 你灾干凌的时期 世界末了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圣殿会被毁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另外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展览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末了 你看毛花果树和各样树 发牙的时候 就知道夏天战紧了 他这样的描述 结果事实和他预言完全一致 就是因为公元66年 尤泰这个地区 以色列是大举的作犯 背叛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大军打泥 终于公元70年 攻入耶路撒冷 当时入到圣殿 他走的时候 扔了一把火把在地上 结果烧着了圣殿 圣殿的金气流入石头里面 因为他融掉了 后来罗马人叫开石头 拿这些金 将圣殿整个插位 没有一架石头 放在另一架石头上面 这就是耶稣圆应验 接着又有撒冷被外邦人展览 从今又有以色列 以及又有撒冷 落入非以色列人的手上 这是耶稣基督预言 以色列会亡国 结果这个圆真的是应验 但当时基督徒并没有参加那场暴力革命 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用爱 对人而不是用暴力 所以当时基督徒避开了这一场革命 有太人大部分被罗马屠杀而死 但没有杀到基督徒 大概预言就是耶路撒冷被外邦人掺踏 直到有日外邦人的日期门离之后 因为有日以色列会复国 他说你看见无花果树各样的树发牙的时候 就知道夏天近了 耶稣说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世上末日接近的时候 就是以色列复国 无花果树再发牙 就是以色列复国 因为无花果树是耶稣用来象征以色列的各样的树 这就是指有其他的国和以色列一起复国 结果事实是完全跟耶稣的缘一致 以色列真的忘了国 然后到以色列的复国 就很久之后的事了 当罗马控制以色列一段日子 将以色列改了名叫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其实就是来自菲利士人之地的意思 后来 谈这个字 就是到以色列的地方 所以巴勒斯坦 其实是菲利士人的地方 他不当是犹太人的地方 当伊斯坦教兴起 打败了东罗马帝国 灭了耶路撒冷 大马士甲 以及阿里山大港 征服了北非 一直控制着圣地很长日子 但圣经一直预言 以色列是亡国 但终归他又会复国 摩西也曾经预言 在旧约时警告犹太人 如果不听从上帝的话语 不跟从他的律法 他会在万国中抛来抛去 即他没有了国家 就会在各国中 是没有自己的跟 后来犹太人亡国之后 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即是在欧洲或世界 包括尼好中国 都有犹太人 他们只是在生存 抛来抛去 但圣经亦预言 神会纪念和阿伯拉罕纳的约 所以将犹太人朝聚回归故土 重新建立国家 犹太人结果真是奇妙 1948年5月14日宣布复国 旧日的先知以西杰曾经描写 就是说这个天父 即是主耶和华 藉着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他说这个平原遍地都是鞋骨 他看见满地是骨头 他所见的很可能就是 他看到未来纳粹屠杀以色列人 满地鞋骨的情况 这些后来当德国被攻破之后 那些犹太人的尸骨被挖出 是遍地都是鞋骨的 但是以色列先知主耶和华 是对这些鞋骨这样说 我必使得气息进入你里面 你就要活了 就是说上帝的灵会进来 使得这些鞋骨复活 这里依险住 以色列虽然好像大举被屠杀 而且好像死亡 但是终归会重新建立 以色列先知主要对我说 人子这些鞋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 他是以色列人 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已经失去了 我们是灭绝正中 但是上帝说 所以我要理以色列先知 你要发预言 对他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闻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令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当以色列被大屠杀 很多人被杀死 然后认为他们会灭绝的时期 上帝会让他们从坟墓出来 就是重新进以色列地 就是能够复国的 结果以色列又真的复国 那为什么能够复国呢? 当以色列占据了耶路撒冷之后 跟着就是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 阿拉伯帝国 又到土耳其恶徒曼帝国 又叫奥斯曼帝国控制 那些土地任何以色列 是不让那些犹太人回去 又回去会被屠杀 或者被侮辱被打 但是呢 到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 开始弱的时期 当然英国 就去攻占了埃及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 土耳其就跟从德国 训练一些比较现代的部队 就趁第一次大战 英军和德国在欧洲打的时候 他就乘机想进攻埃及 但结果呢 是大败 就被英军打回头 终于英军攻入了耶路撒冷 大马什甲 和巴格达这些地方 如果大家看过 电影《沙漠骁雄》 就是说那段时间的历史 1917年 基督教国家才收回圣地 由于是之前一直是伊斯兰教控制 但现在是基督教的国家控制 英国比较有法律和人权 就不像伊斯兰教会迫害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当时展开复国运动 主张犹太人快点回去故土 希望到有一日这些地方 如果重建国家的时期 是建立到以色列国的 由于第二次大战 德国大举屠杀犹太人 所以战后更多犹太人 回到巴格达斯坦 英国本来不让越来越多人去 而且犹太人在那里 用很多行动、运动 搞到英国很乱 英国就撤出巴格达斯坦 所以1947年 他将巴格达斯坦交给联合国来处理 当时由于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已经崩溃 所以有好几个国 由英国人去把它切成好几块 例如在约旦 或者是巴格达 伊拉克 还有埃及 它切成好多块 就有敘利亚 让伊斯兰国家分裂 然后巴格达斯坦交给联合国 联合国将这个分成两分 一分是以色列人 因为犹太人很多 搬回来 但是很多是原本的巴格达斯坦人 这个分治的议案 终于联合国通过了 所以1948年 以色列可以复国 成为一个圣经语言的应验 但这个复国当然引起 多次的以色列人和阿里巴人的战争 但每次阿里巴人都是失败的 《圣经》亦有预言 当时的诗篇说到 那些以东人 即巴勒斯坦人 亦是以素后裔 还有以撒玛利人 即是阿里巴人 摩厄人是约旦人 夏夹人是阿里巴人 加巴勒是黎巴嫩人 阿门是约旦人 阿玛利是南面约旦人 菲利斯是加撒人 推罗是黎巴嫩人 很多的部族 合在一起 是要打以色列 将它消灭 但多场的战争 也是失败 以色列成功复国了 但复国之后 以色列成功勢 糟糕 以色列之后 并不服气 以色列 may not worship 武力把以色列人趕下海 但每一次都是失牌 很奇妙,圣经的预言不断应验 而且圣经在以色列先知 除了说到以色列的复国 他亦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 就是说到未来 就是罗斯米切土巴的人 马国地那里 现在罗斯米切土巴 都是指俄罗斯那一大 罗斯这就是俄罗斯人 那一大其他族裔 马国地就是指土耳其 这些国家都会成为 末后的战争 会打以色列的 现在看形势 就好像是 所以圣经预言 涉及末日 是很奇妙地 今天正在应验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他们原本是兄弟 但是怎么可以让他们 不是用战争方法来解决问题 其实以色列人 里面出了耶稣基督 超越了这些种族 超越了他们的人造的宗教 人的宗教也会有很多报复性 和仇恨 但是基督教很强调是爱 甚至爱仇敌 耶稣基督人间是用他的痛苦 来担当人类的罪恶 使用人的罪恶得到结症 人才可以回复和上帝的关系 耶稣基督的担当 就是他无尽的爱的表现 所以其实是用基督的爱 可以帮这些阿卡巴人 以色列人 甚至是波斯人 即伊朗 用爱来解决问题 上帝是爱的 所以我自己很重视一件事 就是用爱去解决问题 不是用仇恨 不是用斗争 不是用杀龙 不是用骂人 不是用侮辱人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 就是用语言暴力 甚至是战争的暴力 是不同族裔之间 是无端端的冲突 或者是仇恨 那么我们相信 只有通过耶稣基督 是用爱的方法 才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基督徒 是有个心 不是用暴力斗争 也不是用仇恨 或者用侮辱人的方式 是用爱一些 甚至可能和你冲突的人 去达致一种真正的和好 真正的和平 是在彼此的了解 在爱里面建立 和平不可以通过愤怒 仇恨来建立 耶稣基督是 将人与上帝之间的隔阂摧毁 其实也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摧毁 让人不是用仇恨 和自我中心的方式去审判 是学习用爱去接纳其他人 使得这个世界 是可以回复更加美好 但是终归世界 不会绝对美好的 所以让耶稣基督 再回来的日子 就可以重建一个新天新地 那么这个世界终归 都会变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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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